一瓶海水可以熬出多少盐 海水真的是咸的吗 抱着这个好奇心 我决定去海边取两瓶海水回来 把它熬干 看看能熬出多少盐 我们出发 大家都知道海水是咸的 有谁尝过呢 我就要尝一下 简单尝一下 前两天的海浪都没有这么大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浪花特别大 看这个浪花太嚣张了 我们上午体验的就是那台越野车 这都是越野车走过的痕迹 怎么都没有人呢 显得我好孤独 没关系 有你们在 这是我们从房间里拿过来的两个瓶子 走吧 不要走 快过来 又来了 不要这么嚣张 我灌完了我就走了 哇 我的天哪 这是带走了多少沙子 哇 我的妈呀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的裤子啊 不知不觉已经灌了很多了 现在拿这个瓶子去 冲啊 来吧 来吧 喂 你来的太汹涌了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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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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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才灌了一半 来了来了来了 再灌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收工 回宜昌 因为这两瓶水是不能上飞机的 所以我们只能拜托酒店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寄回去 等一下 哎呀算了 我本来想去尝一尝海水是不是咸的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欢迎回来 现在已经过了三四天了吧 我们从海南寄回来的海水开箱 包装的严严实实的 他们肯定是担心海水会漏出来 在下面全是沙子 先让沙子沉淀一下 及时已到 将海水倒入锅中 开 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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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 没有把沙倒进来 放心吧 沙子都在瓶底 我先尝一尝这个海水 真的是咸的吗 真的是咸的 跟一般的汤差不多 跟一般的汤差不多 第二瓶 倒 这就是两瓶海水的量 端走 把它熬干 事不宜迟 OK 熬它个七七四十九天 现在是五点钟 水已经开了 已经快要熬干了 旁边这些白色的小颗粒 应该都是盐 OK 现在已经熬干了 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下 外面看得更清楚 我的妈呀 中间是白色的颗粒 应该就是盐巴 我去拿个勺子把它刮下来 我是第一次如此真切的感受到 海水真的好咸 所以说淡水资源是真的非常宝贵的 所以请各位小伙伴 帮我把节约用水四个字 写在评论区 让大家看到 开刮 哇 好大一堆 OK 已经刮干净了 中间这一堆都是我刮出来的盐 旁边这一圈是熬干了的盐巴 刮不下来 尝一尝 我就舔一下 好咸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两瓶海水熬出来这么多盐 那么整片大海可以熬出多少盐呢 大家可以把自己猜到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哎哎 你不要想不开哦 这已经喝不起来 这是盐 海水熬出来的盐 海水熬出来的盐有毒吗 还有毒吗 海水熬出来的盐应该是有毒 哈 我查一下 给大家科普一下 海水熬出来的盐和我们家里炒菜用的盐 是不一样的 因为海水熬出来的盐里面含有很多的矿物质 和各种有害重金属 食用过量的话会有中毒的风险 我就舔了一下 应该不会中毒吧 总之不要模仿 所以海水是不可以直接饮用的 虽然整个地球上很大面积都是海水 但是能够供我们人类直接使用的少之又少 所以我们一定要节约用水 这段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